好 又到了我们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现场直播的时间了 我们知道今天开始我们将转播混合双打和女子双打的比赛 昨天进行的女单的比赛很多观众看了以后都很有感触 而且随着比赛的进程比赛会越来越紧张激烈 为了更好的介绍比赛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2008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奥运会 奥运会男子单打的前8名 也是现在聚赛乒乓球推广公司的经理 谭日武 谭日武你好 大家观众下午好 今天我们就请谭日武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比赛进行点评 今天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国组合 大家看到中国选手方博和法国选手索尔嘉 他们将配合和中国台北的庄志渊和陈思雨 这个跨协会的组合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5年的比赛中 那时候中国选手马龙和波尔就曾跨学校组合 这次他们还继续组合 当时我们也记得当时的冠军是许新和韩国的梁夏寅 所以这也是可以说是乒乓球界的一个最近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特点 现在我们这样就是先请谭日武给大家介绍一下跨国组合 你认为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 你是不是好像也跨国组合过是吧 对 跨协会 对 当时我是跟中国香港的梁祝恩跨协会一起组合 那时候代表中国队 对 代表中国队 那么跨国组合呢 所谓的跨国组合就是跨协会的组合 说白了也就是说的大家更有一些创新 对乒乓球更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这种精神 对其他的也是一种抱有一定的希望 因为全是如果自己的协会组合的话 有的磨合时间长的话 这个就很难去战胜对手 跨协会组合以后 强强联手 强强联手 但是它可能磨合期短 但是随着比赛的进程 慢慢的就会增加这种磨合期 就会进入状态 那它难点你觉得在什么地方 还是双方的配合默契 就还有一个语言上的交流 因为当时我跟这个中国香港协会 这个梁祝恩呢 他的语言上没有太多的障碍 那么如果你要跟其他协会呢 可能语言上有一些障碍 这个主要还是在平时的这个 在比赛之前来磨合一些 再加上教练之间的一些沟通 我来了解对方的一些性格 包括记忆战术的一些熟练的一种磨练 这个对比赛当中是非常关键的 他说那时候你们 你看我看这个组合力比较难的 比如说我要发球了 对方给做一个手势 做一个这种手势 那这个它每个国家 可能每个协会有时候不一样 手势的习惯不一样 那这个怎么统一呢 这个还是在场下 来大家就双方的自己的队员 来告诉 之前就做好准备这样的 因为你比如说 你当时的许熙和这个梁夏淫 他为什么能拿冠军 因为教练是安仔亨 他会说中文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教练与教练之间的沟通 翻译过来也非常关键 这个队员之间的配合 两个人上去 你如果你没有沟通的话 很难去达到一种 二合一的一种境界 这个对于基战术来说 要求非常关键 是的 那么今天呢 除了这个方博 索尔嘉 和这个中国台北的 一对组合之外呢 接着呢就是女子双打 在7点15分的时候 就是17点15分的时候 是丁宁刘诗文 对平野 梅宇和石川家淳 所以呢这场比赛呢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点 我们一块来看看比赛情况 现在大家看到运动员呢 已经入产了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种跨协会的组合 是在某些协会来讲 可能是突破的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点 比如说韩国的梁夏寅 如果当时要不和中国的许新 进行组合的话 那么这块金牌是拿不到的 拿到这块金牌呢 就是韩国和中国各有半块牌 所以这对韩国队来讲 无疑是增加了一个金牌的含量 所以对中国乒乓球队 也是帮助其他的协会 来达到一个促进 是的 刚才谈如我讲 这个也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协会 在承担了国际拼联推广的任务之后 也是对中国国际拼联 做出一个很大的贡献 大家看到这个女选手就是索尔嘉 她是来自法国 她的对手呢 她的这个伙伴 同队的队友就是方博 方博的英语不知道行不行 方博英语翻得单词还行 还可以 还能蹦几句 对 但是这个德国书语家呢 这个他可能英语会 但是他也会德语 不知道方博肯定不会说德语 不会德语 但是往往很多现在 这个其他协会的选手呢 就是为了更好的 跟中国平衡球队 更好的交流沟通 他很多都会说中文 现在你比如说这个胡怨爱 或者石川家淳 包括韩国协会的这个教练安仔亨 都会这个说很多中文 而且沟通上都没有障碍 没错 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特别是专门要统一一些的手势 这个非常重要 在双大比赛里边发球的人准备发球的时候 另外一个运动员一般的会给他做一个手势 比如伸一个大拇指 或者伸一个小拇指 向前向下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必须呢 是要统一起来 而且要牢记住 因为每一个过去的每一个习惯是不一样的 对这个我记得我的这个 我代表中国队自己国家的时候 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统一的这个手势 都已经习惯了 都一样的 那我后边代表科特地亚这个协会的时候 就是外国选手 跟这个亚洲的选手的手势双打还不太一样 我当时去的时候 这个拇指呢 就是上旋 小指呢 就是下旋 短球 那这个食指呢 就是长球 老外呢 它一个指呢 可以分两个 你比如说大拇指 这个上旋就往上指 下旋就往下走 这个短球 我当时还出 我就生一个食指 你的意思它没有小拇指是吧 没有小拇指概念 要不就食指 要不就食指 要不就大拇指 对 食指完了 我就说我们食指都是发长球 他们这个食指呢 就是一个侧旋球 短球 是食指 食指 完了呢 它给我指完了以后呢 我说的 哎 你给我 我就不是发那个长球吗 他说你错了它 这个指是侧上旋 就后边玩 因为当时去了语言也不是很好 就是不能及时的沟通 这个是相当关键 所以在这个下边呢 沟通是非常关键 提前做好准备 是的 那这个所有家呢 他作为左手的横卧球板 这个运动员的身体素质非常好 球的质量很高 有点这个 虽然是作为一个女运动员来讲 在技术动作的男性化方面 很突出的一个选手 对这个德国的一个索尔加 这个女孩呢 还有一个妹妹 也是打球 也是当时也是在德国生活 后边代表 然后呢就是妹妹代表奥地利了 国家队 她的妹妹就是 她就在我们这个一出一比赛呢 经马龙的比赛 每一场球必看 特别喜欢马龙打球 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 原南二队 中国国家队南二队主教练 刘国正 现在在南一队 这个教练 在这个 刚才刘国正旁边坐的 这个叫师杰 这也是原来的河北 乒乓球队的一个老队员 后来到德国打主力 然后现在成了德国队的主教练 所以中国乒乓球 在文化输出方面 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现在几乎所有的高水平的 乒乓球的队伍 后面肯定都是有中国的身影 比如说他的教练 或者他的队员 有的呢 即便没有啊 他也会有陪练 因为中国呢 在七十年代以后 就派出了很多的园外教练 特别是到亚非拉的国家去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作为下边的两个协会的 跨协会组合的两个教练 你看师杰 他会中国人 他会说中文 这个就比较好容易沟通 第一局发现问题了 可以及时的互相交流 和两个场上的队员 方博进入状态很快看 现在中国台北 大家看到呢 就揭发球的是庄志渊 也是一个老将 张志渊的最大特点呢 就是横板运动员 但是他有直板的这种 快速进攻的这种意识 所以他打球的时候呢 速度非常快 所以作为一个 德国这个女选手 索尔加来说呢 最重要的就是 怎么减少无意失误 无意失误 把这个球能量方博能 衔接住就可以 多扛几吧 能扛住就行 一般的在混双比赛中 男选手都是主要得分的队员 是吧 对 女选手但是要必须呢 要回合呢 要能够能够粘得住 对 因为真正的 赢球的这个下手 下手得分的还是要靠男方 你看当时这个许新和这个梁夏淫 他为什么梁夏淫和许新能拿冠军 从技术分析来说呢 梁夏淫什么球你感觉 不管是对男性的球过来 还是对女性的球过来 他都能扛过去 能给许新能创造机会 还有这个梁夏淫和许新能拿冠军 还有这个梁夏淫和许新 他们和帮帮帮帮帮一个优势 就是这个 这个梁夏淫和许新 是左手 因为当时梁夏淫和许新 许新是左手 所以双打配对左右手这个能搭到磨合起来还是简单一些 比两个右手或者两个左手 从这个场上看着方博这种求胜的欲望 今天很强烈 好球 好球 所以作为这个德国的协会索尔嘉选手来说呢 这个能扛住庄志娟的这种球过来 对方博来说就是机会 因为方博打过去球也是中国台北的女方来接 所以这球也不太好接 所以索尔嘉一定要是能扛住就行 庄志娟的每个球过来的这种质量 从第一局来看中国台北的这个选手呢 还是进入状态比较慢一些 所以我刚才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方博的进入状态还是比较快的 其实跨协会组合呢 其实说对整个乒乓球的发展来说 是促进作用 确实对乒乓球的发展有很大的这个帮助 因为对其他的协会也是一种机会 所以竞技举义往往不在于 不是在于这个输赢了 最主要的看这项项目的发展还是要 大家可能看到今天这个乒乓球的整个球台 这个布置上有了一些变化 它是黑色的主色调 然后呢 整个现场的灯光 它这个明暗的效果也更加突出 所以这样呢 就是乒乓球在整个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也非常注重它的整体的美感 以及人们在观看比赛过程中的这种愉悦感 可以看到整个的这个色彩还是非常协调的 你说这个蔡老师我发现了 以前我们往往比赛的时候 你发现没 这观众旗都是暗的 以前就是观众旗都很亮 有时候这个双方打比赛的时候 如果你观众旗太亮的话会有反光 所以他这个能打 这次比赛考虑了运动员这种 这种比赛的这种发挥还是 你现在这个 就是这个乒乓球改了以后 你听到运动员一些什么反应没有 就这个球现在有什么变化 变化还是很大 以前打球呢 还是旋转上比较强一些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运动员 正手都是用中国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海绵 所以旋转就非常强 变化球以后呢 它的旋转没那么强了 都是就是球你看它回合为什么多 它旋转质量降低了 那它回合就会多 球数慢了 所以呢对这个变化多的旋转这个强的人来说 他就会要对自己一种挑战 他就要突破自己 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好多人这个都说呢 说现在旋转下降了 这个控制球不用那么特意的去要求技术那么太细节了 就是说像大陆球一样 就是劈了趴拉就打了 看谁实力更强 所以往往很多运动员 现在更注重身体的训练 因为这种球回合多 球数慢了球软了 它怎么办 比赛越来越多 它就会受伤 所以它就要求运动员的这种肌肉的质量 以前那个时候我们训练一天练10个小时 包括11个小时12个小时都有 现在呢要求的就是要平衡一些技术训练和这个身体术训练 都各50%都要达到 所以这也是一个整体的趋势 就是乒乓族的整个呢 它这个从改大球以后 然后球的质量又有一些变化 所谓塑料球 实际呢使球呢 在打的过程中 刚才讲到了就是旋转下降 速度减慢 这个意味着呢 运动员需要自己发出更大的力量 需要更多的回合 所以它的身体素质能力要提高 爆发力自己的力量提高 因此身体训练的这个强度呢 就会越来越大 目前好像是 我看中国 德国 可能在这个身体训练方面可能更加强 对 尤其我们在几年前吧 就有美国团队 专门是身体训练的团队 加入到中国平衡球队 这个对整个运动员的这个水平的提高 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中国平衡队一直长胜不衰呢 就是什么原因呢 它在不断的创新 不断的根据这个时代 来达到自己的与时俱进这种要求 你像平衡球 现在很多团队都是康复团队 包括身体素质这种肌肉细节的一些团队 都达到这种要求 很精细的一种要求 你想想 都达到这种要求 往往有些很多运动员还是受伤 为什么 它这个球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现在 旋转弱了 球变软了 回合变多了 今天这个索尔加的表现非常不错 是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失误并不多 对 而且呢给方博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对 你看这个球挡得很好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要求方博的积极跑动 如果这个索尔加给你创造机会 你不积极跑动的话 你丢两三分的话 索尔加自己就会说 就会产生疑问 就自己的搭档会这样 那我就要出手是不是重力向质量高一些 这样的时候你的危险迅速就会加大 是的 15率就会加大 漂亮 这个索尔加呢 它这个横着拉了一个 这个技术动作也是比较特别的 现在索尔加发球 哎 方博今天我就从第一句开始 我就感觉它状态是不错的 投入的特别快 因为方博这比较相对而言 比较内向的 实际话里边蹦出来一句 你就感觉可笑 它不是连续说那种 那平时不太善言词 对 所以它今天能叫起来 就说明了对这场比赛的重视性 现在中国台北队发球 发球是庄志渊 陈思雨呢 做了一首饰 好的 张博一个反拉 张博是鲁能皮膀球俱乐部的一名主地选手 目前也是中国对这个年龄段里头比较突出的 大家都觉得方博的打法跟马龙有一项 马龙的这个技术 全面线皮方博可能更强一些 是的 你像中国台北这个明显的 它两个沟通的就特别少 其实他们中国台北呢 他们训练男女部不在一起训练 所以它平时磨合的是相当重要 一看就磨合的特别少 刚才索尔加连续两个失误 他对这种旋转变化的球 看来不像打开了以后那种对拉的能力更好 方博和德国选手索尔加 在第一局比赛里面取胜之后 现在第二局又是10比8领剑 现在陈思雨发球 白短 所以再把球拉起来 其实这时候应该要闪停了 有可能 因为这局对双方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1比1和2比0相差会很远 军主员的心态也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现在陈思雨做一个手势 然后自己发球 苏尔加起发球 11比9赢了吗 我听他说11比9 结束了 什么原因 刚才我感觉好像他们 怎么回事 刚才好像我以为是插网 是 他说那个插网 我就听他念笔分了才看 结束了 你看这个场面也很难拿 它这个混合双打 因为是德国的索尔加 和中国的选手方博 所以他是两个教练 我们来看一看 是发过线了 好像是发过线了吧 发球错区了应该是 对 发球错区了 发到方博那一边好像是 就是中国台北的陈思雨 在发球的时候他错区了 应该发到对面的那个三角 大家看一下 这个仔细看看 有可能是发过线了 发过线了好像 就是没有发到对方的半台去 没太看自己 这个德国索尔加身体太宽 给挡住了 所以这样就是发球失误 但是刚才这几个运动员 表现的都非常到位 到位在什么地方 就是没有人停 都是举着手还在打 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候裁判员没有看清之前 你如果说拿手接住了 那你就吃亏了 对吧 所以这时候 对 裁判没有发出一定的判断的话 必须要一直接着打 这是职业运动员的这种意识 实业素质 那这样呢 现在中国的方博和德国的索尔加的组合 现在就2比0领先了 接着呢是第三局的比赛 这场球我看这个德国的索尔加这个状态 如果要这样发挥下去 就现在这种状态 就无疑失误少的话 方博这种状态 我觉得可能会很快的进到下一轮 而且有可能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的一些成绩 对 因为索尔加从整体能力上来看 它像比这个梁夏云 它在这个个体水平上 是不是稍差一点 但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呢 其实它的技术没有梁夏云这个差 但是从这个 因为乒乓球它属于综合 它不光只是要求技术 它要求这个心理包括智慧 所以作为这个德国协会选手来说呢 它还是要是注重的 更多的一种心理上的承重 和一种智慧上的一种变化 对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也是说这是许昕和这个许昕梁夏云 等于今年我们推出来的 就是方博和索尔加 上一次呢 还有另外一对选手 你像马龙和波尔 对 也是双大 南双 南双跨协会组合 是的 还有呢 另外呢 就是这次中国又推出了一个 也是跨协会的组合 就是丹麦的格罗斯和中国的冯亚兰 这也是一对组合 但是相比这两对 中国因为一共抱两对混双 所以方博和索尔加是应该是第一对 就是实力更强一些 所以他们也是本次比赛的夺冠 在混双里头夺冠的一个 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 你看这个方博就是不是很好 这种球就拖的是没有用 首先你过去不是没有旋转 又没有速度 所以这种球是等于是自杀 就没什么意义 这给索尔加带来很大的困难 对 所以往往其实是第一局和第三局不好打 因为这个索尔加是打的是庄志娟的球 男的球 这就好 对 一定要玄接住进攻 你看这个当时这个许昕和梁夏言 就为什么许昕打之后 胳膊受不了了 拳台正手跑动拉 稍微缓一下正手球 就会失去这个得分的机会 所以他没办法 我以前看这个索尔加打球呢 他这技术细节的东西还是比较出招 但是现在看来通过这个德国女队的教练 实节的调的细小的东西 还是有一定的变化进步 是的 但你看刚才在上一局的时候 索尔加在第一局的后半局 最后两个球 他在第二局的时候 你看他有两个下旋球的拉球 全部失误 连着两个失误 就看出来他对这个旋转变化还是差一些 但整体上今天索尔加的表现 对还是不错的 是不是可以打九分 对对对 他比较稳定 他能给方波龙创造机会 其实好多外国协会的一些选手 你看他为什么说实力强 他大陆球非常强 好球 走 漂亮 你看这个球说一下处理点好 对 就是所有的球呢 他球过来以后呢 你在临时判断的手上的调节 这个是很多人很难去做到的 就临时你去手上 手指手腕去变化调节 因为有些时候跟你判断的球是不一样的 当球过来快到你进入球球拍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判断意识是最清楚 是什么样的来球的旋转和弧线 所以这个时候你手上的调节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很多人去很难训练当中 能达到这样的这种境界 好的 你看这种大陆球世界所有家就没有问题 所有家这个反拉呀 包括这个连续对拉呀 这个能力都很强 包括今天打高球打得也好 几个高球没有输 你看说人家刚才有一个 就是很少人去做这个一个动作 就反手一个撤切的一个车 拧撤切的一个车 撤拉 撤拉 你说网友运动员没见着的 哎呦 这什么球 他不会马上去调节 这个时候就要要求什么的 就你的训练当中 你遇到这种球的时候 或者你 哎 我知道这个球的时候 我把手上马上去调节 这个时候你就会处理好这个球 是的 你看今天这个两个女选手对比 德国选手索尔嘉 还有中国台北的这个选手陈思雨相比 你看索尔嘉明显的攻击力要比他强 等于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索尔嘉和方博都有攻击力 尤其是索尔嘉上手的时候 你看他一出手 内球都有一定的威胁 所以现在3比0领先 也就很正常了 对 就很正常了 我希望能够帮你 应该对手是索尔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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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仅仅以为是带孩子看了一次世界 却没想到为他们打开了未来的世界 看过世界的孩子更强大 2017款全新Jeep自由光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我们继续为大家现场直播 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混合双打的第三轮的比赛 大家看到是方博·索尔嘉 方博是中国的主力选手 索尔嘉是德国运动员 这也是中国和德国又一次的混合双打的配队 因为在2015年苏州市平赛的时候 当时中国选手是许欣和梁夏颖 韩国选手配合 结果他们拿了冠军 那么这次中国队派两对混合双打 都是进行了跨国组合 也就跨协会组合 一个是方博·索尔嘉 另外就是冯亚兰 我们的女选手将和丹麦的俄罗斯进行另外一个组合 所以这也成了本次比赛的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2015年的时候许欣和梁夏颖拿了冠军 所以索尔嘉和方博究竟能不能拿这个冠军 我们的顾问谭仁武给你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按今天的发挥的这种状态来看 我相信能达到预期的一种成绩 能达到很好的一种效果成绩 那么如果要是就怕混双的时候 两人沟通的少 如果你场上两个人语言上有交流有问题的话 场下教练可以互相交流就可以 对 所以今天他们两个的教练 中国队的教练就是刘国正 对 德国的索尔嘉的教练是师姐 而师姐原来是河北平凡球队的队员 现在是德国队主教练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交流 可以说在这个障碍上可以弥补 现在索尔嘉和方博 两个人在语言上交流的障碍 所以这个混双来说呢 就是怎么才能达到二合一这种 这种球的得分的质量 最主要的还是语言上的交流 让双方要知道 你的球路的这个风格是什么样的 球路的习惯性的线路是什么样的 这个是很关键的 现在方博发球 这逆旋转 刚才是逆旋转 还是逆旋转 陈思雨接发球 基本上今天出现了这个一边倒的局面 现在3比0 中国和德国的这个混合的组合 目前是3比0领先 这是第四局 漂亮 是陈思雨刚才一个回头 所以这个球这个方博 其实击球的时候 当成这个自己单打的一种概念了 其实就是往往可以就晃动一下 晃动一下 不在于球的质量多高 泄露 看这球就好 漂亮 就比刚才那个球好 我一看出手就知道 它手腕它感觉像挑这个 还是跟刚才一样 它把临时变动了一下 晃动一下 就收拾手腕的变动 所以刚刚我忘了说 这个技术的要求 其实不在于你的实力有多强 是在于你的 这个球过来的应变 马上处理球的这个变化 手上的技术 这个技术要求 能达到精细 是非常关键的 现在苏尔加发球 放着原本球拉起来 这是刘国正和世杰 俩人聊得挺 你看这俩人能沟通 对 就好一点 就知道 哎 我这方博怎么打的 这世杰就明白了吧 就告诉人家 你在方博喜欢打怎么怎么打 他就喜欢这样交流 就好一点 今天呢 我们为大家 这个现场直播的 混合双打第三轮 特别邀请到了 2008年世界乒乓球 这个2008年的奥运会 男子单打前八名 当时中国队的谭润武 谭润武你在这个后来到克罗地亚 代表克罗地亚打比赛的时候 在双打比赛里面 当时打过什么硬仗 我记得当时打过欧锦赛 这个和波兰的庄自娟 不是 波兰那个王正义 配的是那个欧锦赛的冠军 当时我们赢的是 这个奥地利的组合 这个伽多斯 和这个当时还 是施拉格 不是施拉格 不是施拉格 就是当时 因为为什么能拿过欧锦 就是说我们语言上 还交流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他也是全力 这个从中国出去的打球 代表波兰 王正义就那纸板 纸板 为什么我们俩配合的 比较有乐性 首先是语言上好沟通 其次呢 它是我们配合能达到 互补的一种技术 太好了 他手上的球 手上的活短球 特别适应 好 那等一会儿呢 我们也请谭润武 在比赛结束之后 就整个技术环节 给大家做一个点评 就是我现在看方博 就通过这一个月的 封闭训练 整个的技战术 包括这种状态 这种精神 就是非常好 因为亚洲 因为前一段亚洲锦标赛的时候 我看方博 看他比赛的时候 状态不是很理想 今天从整体上来看 方博和德国选手 索尔加的这个跨学会的组合 非常的顺当 3比0领先 现在有10比6领先 这是混合双打的第三轮 其实有的时候 你看运动员 细小的东西也很有意思 刚才那个装置间一个拧了 就感觉 索尔加有发个转的 帮你拧拉 方博这样看一眼 这球你也有 没意思 其实他就用这个表情 来表达自己的语言 这样呢 索尔加和方博 又跨过了一个障碍 所以他们也是正在向着 向着这个 世界锦标赛的 最高的领奖牌在努力 因为他们也具备了 这样的条件 另外呢 就是中国队还有一对 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就是冯亚兰女选手 和丹麦的男选手 格罗斯的这个配队 中国队呢 一共是抱了两个混合双打 这也是中国乒乓球协会 利用这个跨国 跨协会的组合 来推动世界乒乓球运动的 一个具体的体现 你看到这 有的时候 就是你看这戏 观察戏的东西 发短了好拧拉 有时候告诉自己的搭档的时候 发长一点 他这球就不好拧拉了 这个锐武啊 刚才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 你看这是一些 刚才一些统计了 这个比赛呢 整体上来看 是一边倒 那你觉得这场比赛 索尔嘉和这个方博的配合 你认为比较成功的 你能不能点评一下 其实这场比赛我看来 主要还是方博的 这种积极的这个跑动 和这种这个兴奋 这个劲儿 从第一局刚开始上 我说今天方博的状态非常好 再一个两个人 你看上去没有交流 在场上 其实在场下 可能是刘国正教练 和时捷教练 两个人跟队员之间 已经有沟通了 当然了 所以你看他所有的球的衔接 包括索尔嘉的弥补球的时候 方博的进攻 都衔接非常快 两个人能达到二合一 那中国台北这两个选手 不是交流的问题 而是在平时 两个人还是磨合的比较少一些 而且可能他俩 没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要求 其实说白了 就两个人能合上眼 你看从具体上来讲 今天我觉得你比如 就索尔嘉 索尔嘉和对方的陈思雨比 明显的比对手要好 对 一个你看揭发球 对 有攻击性 对 相持起来以后 失误率低 是吧 给这个方博 造成了很好的进攻机会 所以他这个球 最主要还是方博 他的球的质量高 索尔嘉的球 质量也相当高 对中国台北来说 他不是像梁夏颜那种和许心 梁夏颜就球 就防上去 靠许心一个人拉就行了 那么索尔嘉的技术特点 还是很有实力的 他现在最关键的 还是要减少无疑失误 如果说这个方博和索尔嘉 现在第三轮已经完了 其实是第四轮 那么后面比赛 要想拿到冠军 你认为 从今天的比赛中 他们不足的地方在哪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觉得还是 我认为还是索尔嘉的发挥 能不能达到今天的这种状态 这种平稳 他不是要求他超发挥 只要达到现在这种状态 我相信 就是能更前进的一大步 慢慢的 那方博呢 对于他来讲呢 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 我相信能达到这个想要的成绩 他们俩 没错 这次呢 中国乒乓球的这个训练啊 据说 特别是女队 可能是近年来 训练最苦的一次 当然跟这个 这个前面的比赛 输给这个平野 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在这个 亚锦赛的时候我们输 三个运动员都被平野打了 最后平野拿了冠军 所以我们呢 是带着任务 可以说带着压力 进入了这个训练 那中国队整个乒乓球的备战 我们呢 中央电视台 也特别做了一些访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看 乒乓的风云会的情况